哈喽 欢迎学习爬存课程 那么上个的话 我们是已经把那个900克的那个项目 已经搭建完成了 好 那么这几个我们再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怎么用这个scribe的框架来写 来完成这个900克的这个爬存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边来打开一下我们的这个项目 来到这个900克spread的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 在写这个爬存之前 我们首先的话先来设置一下 我们这个sets里面的一些配置项 来到这个sets里面 这个里面的话有很多配置项 但是其中有两个的话 我是强烈建议大家设置的 第一个的话 就是这个什么呢 robest test open 就是将这个 他说这个东西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呢 代表的是综手那个机器人协议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让他改成这个force 这个 默认输出我们改了个force啊 为什么这个东西要改成force呢 因为如果你这个地方让他 让他设为这个处的话 那么啊 这个爬出我们这个scribe的框架 他去爬取指定网页里面的那个啊 指定ur里面那个网站的时候 他首先的话就会从这个网站的那个 根本下面去找那个什么呢 找那个robus.tsd那个文件 如果没有找到这个文件 他就直接不去抓取任何数据了 就直接返回了啊 这样的话就抓取不到任何数据啊 所有大家在写啊 在用这个scribe框架来写这个爬出之前 首先要做的第一部分 要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将将这个robus test open把这个东西设置为那个force啊 设置为那个force啊 好 那么第二部分的话就是设置下这个什么呢 设置下这个请求请求头 在这个请求头当中 我们给他加一个use edge的 好吧 这个东西的话就是说啊 伪装自伪装一下自己的身份 对吧 伪装一下自己的身份啊 好 那么这里边我们看一下能不能找得到啊 来 来找个 好 放到这个里面 放到这个里面 来 好 把这两个东西设置好了以后啊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根据写那个爬召了啊 当然你也要根据啊 不同的那个爬虫啊 来设置不同的东西 那么我们现在这个球是百克的话 你基本上设置这两下就ok了 好吧 就ok了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的这个球是百克spider 这个文字当中 那么在这个里面的话 我们首先的话先来跟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球是百克spider这个类 它的一个阵的呃里面的这些东西啊 好第一个的话就是属性它必须要继承自这个spider这个类啊 必须要继承自这个类啊 然后在这个里面你需要实现三个啊 属性需要三个实现三个类属性啊 第一个的话是这个类母 类母的话标示的是这个球是这个爬虫它的名字啊 那么以后我们在运行这个爬虫的时候 我们就是根据这个名字来执行的 所以大家啊在一个项目当中 如果你想要 如果在一个项目当中 如果你有多个爬虫的话 那么这个名字必须要是唯一的 好吧 必须要是唯一的啊 好 第二个 Alaudi的Domus 这个的话代表的是允许的域名啊 允许的域名是 哎呦那干嘛呢 比如说你现在去访问这个球是百克的这个段子 对不对 他不会访问到那个百思不得解上面 他不会访问到那个百度上面去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限制这个爬虫它的一个范围 对不对 不会到处乱跑啊 不会到处乱跑 因为到处乱跑的话 我们这个爬虫爬去 现在这个数据 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解析 对吧 有些数据我们可能也是不需要的 对吧 说到我们这边就给他指定这个域名啊 那么你指定这个域名 以后不是属于这个域名下面的这个网址 他就不会去爬了啊 就不会去爬了啊 好 下面的话 studyus开始studyus代表的是开始的这个url啊 因为我们在运行这个盘虫的时候 他总得有什么呢 总得这个影 这个总得发生一个请求 给这个引擎 然后这个引擎再发送给那个调度器对不对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就给他指定说 从哪一个ur开始啊 从哪个ur开始啊 那么这个的话 他给的也是一个列表啊 所以的话 你其实可以在这里面给他传递多个资论 就是给他传递多个开始的这个ur啊 那么一般的话 我们这个里面给他传递一个ur就可以了啊 给他传递一个ur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这个里面啊 这个studyus啊 你只要启动了这个盘虫 那么引擎的话 就会去读取这个studyus里面的这个呃 这个ur然后把这个ur发送给那个调度器 调度器再发送给那个引擎 引擎再发送给那个下载器 下载器把这个数据下载下了以后啊 这个地方我们再带大家来看一下吧 这张图啊 加个图啊 这里啊 现在是刚开始第一步 你有一个studyus开始一样对吧 好 这地方他就在扒指里面把这个studyus发送给引擎 引擎再发送给调度器 调度器再生成一个这样的请求对象以后 他再发送给这个引擎 引擎再把这个什么呢 把这个请求发送给这个下载器啊 下载器把这个数据下载回来以后 再发送给引擎 引擎这时候拿的这个数据 有再发送给这个spider 再发送给这个扒指 那么这次的话 发送给这个扒指 发送到哪里呢 这次的话 他就会把这个响应 看到这个地方没有 pass这个地方 他是不是有一个参数 叫做response啊 他就会把这些反国的数据 组装成一个response的对象 只要的话传递给这个扒 从里面的这个pass这个行数 传递给这个pass这个行数啊 所以以后我们想要去解析 解析这个 UR当中的这些数据 我们就直接在这个pass 这个行数当中去写就可以了 明白在这个里面去写就可以了啊 好 那么我们这地方的话啊 要去 要在我们写这个代码之间 我们首先先对这个百九十百科这个网站来做一个分析 对吧 好 就是吧 那么这个网站的话 其实我们之前分析过很多次了 只不过之前用的是那个request的方式啊 现在我们啊 用的是这个subscribe的方式啊 呃 然后的话好 这个网站的话 它是一个封页的一个人的东西 呃 一个这样的页面对吧 然后我点击2的话 它这地方就来到的是这个什么呢 这个page2啊 然后如果我点击的是第一页的话啊 他来到就是这个配置啊 其实这个地方给他加个page1也是一样的效果啊 也是一样的效果啊 所有的话啊 这个里面的话 他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啊 就是从这个呃 page1开始的 从这个page1开始的啊 然后的话page2 page3 这样一直往下面走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开始的这个地方 我们就让他去咨询这一个ur吧 好 这个地方我们来改一下啊 改一下这个开始的ur 好 改成这个 改成这个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 在这个下面去写 好吧 在这个下面去写啊 好 可能有的同学就会想是吧 老师如果这个地方啊 如果这个地方我能 我只啊 这个页面 如果ur对应的那个页面 把它给爬下来了 把它给爬下来了 那么那么如果我想要去爬取 第二月第三月的数据呢 那么这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 对不对 好 这时候的话啊 那个东西我们待会再跟大家讲 好吧 先我们先把第一页当中的数据 先把它给爬下来啊 好 那么来到这个地方啊 据说 如果能够直行到这个pass 这个行数当中 说明现在这个页面 已经被下子下来了 那么我们在这个里面 就去解析那个数据 那么我们在解析那个数据之前 我们首先现在看一下这个response 它是一个省份的对象 好吧 这地方我们来挡一下啊 这个为了做个区分 那么我们就办啊 这个response放到两个等号中间啊 放到两个等号中间 好吧 好 从下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就让它运行一下 我们这个爬虫 那么想要去运行这个爬虫 该怎么去运行呢 哎 这时候的话 我们还是得通过这个命令行的方式 去运行 好吧 这个地方 我们收银explorer啊 好 然后的话 我们进入到这个项目当中 然后右键来 在此处打开这个命令行啊 好 这时候的话 我们通过一个个命令 好 scipyscraping 然后是criaw 后面 crow代表的是爬的意思 代表的是爬虫的意思啊 后面的话 再跟上你这个爬虫的名字啊 后面再跟上这个爬虫的名字 这个爬虫的名字 是不是叫做 球是百科 下方先失败了 对不对 那么就球是 球是百科 sbid啊 这样的话就可以运行我们这个项目啊 呃 这个地方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目前 现在没有处在这个环境当中 对 所以的话 我们先要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我这个地方好 我这个项目里面 我用的是这个啊 crowler 干nv这个环境 给大家来看一下啊 对吧 我用的是这个环境啊 这个环境当中 我也是装了那个scribe框架 好吧 也是装的那个scribe框架啊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以后我们再去执行这个命令啊 好 那么这里下面的话 他就会去爬取那个数据 并且打印了许多这些log信息 对吧 并且打印了这些许多这些log信息啊 好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打印出了一个东西啊 但是这个东西我们打印错了 是吧 我们应该这个地方应该是要看到的那个类型啊 这个地方给个type啊 好 然后在这个地方来走一下啊 实际上的话可以看到它是一个什么呢 一个htvp hdml response的一个样的类型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类 它有什么样的方法啊 有什么样的方法啊 它这次拿着呢 来看一下 from下这个scribe 点音 htvp点那个response 点atmail import这个html response 对吧 我们把主要翻到车号上面 按下孔车笔嘉宾 这样的话就进去的 进到这个里面来 我们发现这个atmail response 它是继承字这个什么呢 test response 那么接下来我们孔车嘉宾进去看一下啊 好 这个test response 它其实又是继承字这个response 对不对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test response 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首先的话可以拿到它的那个 encoding 对不对 拿到它的那个encoding啊 那的话还可以获取到它的那个什么呢 获取到它的那个文本啊 还可以获取到它的那个body啊 那个body可能没有在这个里面来写啊 它可能是自发 它是放在这个response里面啊 那个body和这个test 其实就跟我们 直接跟大家讲过的那个什么呢 request.container 以及request.test 区别是一样的啊 就是这个 这个test 它是一个经过解码后的啊 那个body 它是没有经过解码的 好吧 这里面我们再来看哈 这个里面的话 它是不是有这些行数啊 有那个chapas啊 就是你可以使用这个方法 去写一些chapas的形成的语法啊 还有css 你可以去执行那个css选择器啊 呃 还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啊 那么可能不是在这个里面啊 是在哪里呢 是在这个response里面啊 好 这个里面也有一些这样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css xpass啊 呃就啊 css的chapas啊 就啊就这两个啊 还有一个是那个 看一下啊 就是提取数据的方式啊 提取数据的方式 有那个啊 chapas和这个css 那么如果你想使用那个什么呢 如果你想使用那个啊 beautiful stop的话 那么在这个里面 它不支持 你得什么呢 你得获取这个返回值里面的这些文明信息 实际上的话再啊导入那个beautiful stop再来使用 好吧 这个地方我们啊 后面啊 我后面我们普遍使用这个xpass 好吧 因为xpass的话 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啊 用起来也是比较方便啊 好 再回到我们这个地方啊 呃 这样的话 我们通过这个response就可以去执行那个xpass语法 执啊 执行这个xpass语法 然后获取里面的这些信息 对对 好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再来看一下啊 现在的话我们想要去获取什么呢 想要去获取这个里面所有的这个段子啊 想去获取所有的段子啊 那么我们接下来分析一下这个页面啊 我们可以看到啊 他这个下面的话 其实是一个大的div来装的所有的那个段子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 就是一个div代理的是一个段子 对不对 代理的是一个这样的段子啊 说的话 我现在是是是是怎么呢 我只要获取什么呢 我只要获取 呃 这个div下面的所有的那个直接子div 是不是就可以拿到所有的那个 直接子div里面的这些呃 这个段子啊 对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写一下啊 Response.xpdhxpass啊 这里面写那个段子div 然后是这个什么呢 add class是等于这个啊 等于什么呢 呃 他是他的他有一个id对吧 一个id叫做content left 什么叫c啊 然后是不是idid等于这个东西啊 等于这个东西 好 然后的话这个地方啊 他就会返回一个东西给我们啊 那么这个东西 他xpdx他返回来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数据类型的 我们也来看一下啊 也来看一下啊 这个地方叫做呃 content left 讲这个东西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打完一下这个东西 好吧 type 然后是content left啊 好 那么我们再来运一下啊 呃 这个地方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吧 就是现在我们每次运行的时候 都要在这个命令行当中去运行 说的话有些时候调试啊什么东西都不是很方便 对不对 说的话好 我们这个地方就什么呢 就新建一个文件啊 在这个项目的这个根目的下面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我们把这些命令啊 放在这个python文件来当中来执行 好吧 好 这个地方我们在这个项目的根目的下面 右键来新建一个文件 新建一个python文件啊 叫做啊 随便取名啊 这个地方我给他取名叫做start啊 叫做开始的意思 好吧 好 这个里面来我们把那个什么呢 把这个地方 在命令行当中执行的这个命令 放在这个里面来执行啊 那么的话 要求执行一个命令 你手机的话 先要导入那个什么呢 需要导入这个7d command啊 如果这个scrape import 下这个什么呢 7d line啊 这个东西专门是用来去执行那个命令的啊 好 那么这里面我们再来写 7d line.secud啊 在这个里面再来写啊 呃 他的那个命令的话叫做 呃 scrape s-c-i-b-y 然后是c-i-a-w对吧 好 后面再跟深圳那个爬什么名字叫做求是百科 下方的s-b-i-d啊啊 好 那么这个命令的话 你不能直接扔一个字符上进去 你得把这些字符上啊 把这个里面的这些每一个命令啊 每一个命令 把它给切合成一个列表 把它给切合成一个列表啊 那么我们这个里面就叫做这个s-p-l-e的啊 s-p-l-e的就是将这个东西把它给变成一个列表 把它给变成一个列表啊 其实这种写法的话啊 它是等价于上面这种下面就是写法的啊 其实是等价于这种就是给个列表 然后是scrape 然后是那个c-i-a-w 然后是这个求是百科s-b-i-d啊 其实是等价于这个东西 明白是吧 那么我们用这个东西也是一样的好吧 用这个东西也是的啊 好 那么以后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再通过这个中段的方式去执行这个项目了啊 我们就直接通过这个start.py这个文件来执行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右键再来运行下这个start啊 那么在这个底部的话 它也是可以啊 打印出这些东西的 对不对 也是可以啊 来执行我们这个排队啊 来我们看一下啊 它这个地方是报错的是吧 看一下啊 哪个地方报错的啊 错误在处理这个东西的时候 嗯 啊 这个x-bus语法错了啊 这个x-bus语法错了 他说什么呢 他说这个地方啊 不可用的那个位词啊 也就是不可用的语法 就是这个x-bus 不可用的语法 说明我们这个x-bus语法写错了 好吧 好 这里面我们再来执行下 再来执行下 我们的家来运行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就没问题了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份打印出来的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 呃 class class 是一个 scribe sector unifed scribe sector list 对不对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这个类 他有什么样的方法吧 来看这个类有什么样的方法啊 首先的话先来导入一下啊 这个叫做sector list对吧 好 看一下 给你进去看一下啊 他是继承 他这个里面哈 没有什么样的呃 其他的特别的方法啊 呃 这个地方depressed 代表的是这个方法已经被那个什么呢 已经被那个抛弃掉了啊 啊 这个地方use instant 代表的是你以后使用这个方法 使用这个方法啊 啊 那么我们这地方再来看一下 他是继承自这个啊 他就继承自这个 哎 这个地方来到了这个stack 对不对 他其实就是继承自这个stack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stack 里面他有什么的方法啊 这个stack 他还有这个x-bus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通过这种方式获取到的这个啊 东西 你还可以去执行那个x-bus 对不对 还可以去执行那个x-bus啊 哎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c-bus啊 然后还有那个证责啊 还有是那个提取啊 这个except 一个一个except 这个东西的话啊 用的比较多啊 他是将那个什么呢 将那个stack list 也就是将这种数据类型 把它给转换成一个列表 并且这个列表当中的话 他装的是那个字符上啊 装的是那个字符上 好吧 装的是那个unicode字符上啊 然后还有那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叫做except first 那个东西啊 那个东西也是用的比较多的 好吧 那么这里的话 我们就啊 这个就是这个except first 这东西 他是啊 去那个 去提取啊 第一条数据啊 去提取那个第一条数据啊 其实就是get 就是等价于这个except first 对吧 就是由我们调整这个get的时候 其实就是等价于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是提取这个列表当中的第一项 并且他会将那个什么呢 将那个stat的类型把它给转化成那个unicode的类型 好吧 这个东西也是用的比较多的啊 好啊 然后的话 还有一些其他东西 那么这里的话 大家呃 在往下面 在呃 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再去看一下 好吧 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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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哈 我们新的化就相当是 相当是在这个里面哈 已经有这个什么呢 已经获取到啊 这个div获取到这个div了 对不对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接下来继续往下面看啊 呃 现在我们要的不是获取到这个div 而是获取到这个大的div 下面的所有的子div 对不对 好 那么这个吧 给个什么呢 斜盖啊 下面的所有的这叫子div 对不对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这里吧 啊 是那个 段子啊 div对吧 段子div in 段子divs啊 来辨历一下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可辨历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啊 它是不是继承自这个list吧 对不对 stacklist它其实也是继承自这个list 对不对 也是可以辨历的啊 所以list有的东西 它都有啊 它都有啊 好 那么在每个辨历出来的话 每个辨历出来的段子div 其实就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 其实就是这一个东西 对不对 其实就是这一个东西 那么我们想要去提取这个里面的媒项当中的什么呢 比如说有这个作者啊 还有这个内容啊 还有这个内容 好吧 啊 那么我们啊 关于那个发表时间那些东西 我们就不去爬起来 讲到这个话 你应该是要进入到这个啊 这个页面来 然后的话再去爬取这个里面的更加详细的一些这样的信息 对吧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就只爬取这个外面这部分 只爬去外面这部分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先来获取一下这个作者啊 这个作者在哪里呢 来看一下 他就在这个div下面啊 这个div下面啊 这个div下面呢 这个什么呢 这个author author author里面啊 然后的话再来到这个h2标签里面 对不对 h2标签里面啊 那么我们来获取一下啊 这个里面还可以给他执行这个什么呢 还可以给他执行这个xbus啊 呃 这个地方刚刚应该是说错了一个 好 刚刚是说错了一个 就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我们的这个 这个stack list啊 这个东西 它其实是呃 这个东西啊 然后的话 我们的这个stack list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里面装的就是每一个stack 里面装的是每一个stack的哈 所以说我们这个段子divs 这个东西 它装的 它是一个什么的数据类型呢 它是一个啊 那个seicdo啊 stack list啊 一个装的类型 对吧 然后我们这个每每个编辑出来这个段子div 它是一个seicdo啊啊 一个这样的东西啊 然后上面这个东西是一个列表 对吧 一个列表啊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通过这个stack里面的这个xbus 这个方法再去执行里面的啊 xbus预法吧 好 那么我们现在要去获取这个呃 作者哈 这个里面的话 因我猜测哈 我猜测这个里面的话是只有一个x2标签 那么我就直接通过这个div去获取这个x2标签的这个文字 好吧 好 这个地方我们来 哎 再搭上去这个目录下面 再搭上去这个环境下面去获取 x2标签 只要的话你获取下面的这个文本对吧 好 那么这个地方 呃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直接掉这个get哈 掉这个get他就可以将这个东西啊 把它给从一个stack的把它给转化成一个unicode啊 并且把这个里面的这个数据把它给提起出来 好吧 好 这个地方我们是呃 做着aute的挖整个东西 接着来再来打一下aute的挖啊 保存下 然后的话我们再来执行一下啊 哎 这里面的话是不是就有每一个作者他那个名字啊 对啊 那么的话 他们上下两行有那个空白的字符 这个地方 我们就让他去除一下空白的上下前后的那个空白字符 strip啊 我再去走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就是包含了所有的那个作者的信息 对 所有的那个作者的信息啊 好 那么拿到这个作者的信息以后 接下来我们再来获取这个什么呢 再来获取这个里面的这个内容啊 那么我们来 选一下啊 这个里面的内容的话 它是放在这个啊 div contain的下面 然后画这个spin表现下面 对 这个spin表现下面啊 好 那么这地方我们来写一下啊 就是那个contain的 是等于这是呢 段子div啊 点spth啊 也是然后是 点那个div 然后他能那个什么呢 add class是等于这个什么呢 等于这个contain的啊 等于这个contain的 好 下面的这个什么呢 文本信息啊 因为这个文本信息的话 它是有可能在多个标签下面 说的话 我们这地方就直接给个什么呢 两个斜干啊 直接给个两个斜干 好吧 好 这个地方我们再来get 哦啊 来看一下 好吧 getout的话 刚刚也跟大家讲到了啊 这个getout的话 他就是 呃 这getout刚刚在哪里看了 哎 这个地方啊 getout它就是等下于这个exact的这个方法 exact的这个方法的话 它是将这个里面所有的信息 把它给提起出来啊 然后的话来执行这个什么呢 并返回一个列表给你啊 返回一个列表给你啊 它其实返回的就是这个列表 然后再将里面的这些呃东西 把它给转过成那个字转 把转过成字转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执行一下啊 好 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就是得到了所有的那个信息 对得到了所有的信息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什么呢 我们就可以将这个列表啊 可以将这个列表把它给变成一个什么呢 把它给变成一行文字啊 把它给变成一行文字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呃 或者是这样吧 就是这个啊 contain的是 等于这个时候呢 这个join啊 把这个contain的扔进去啊 再来打按这个contain的 这的话这个contain的就变成一个字转的 对吧 就变成一个字转的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啊 每个段子 它的这个内容啊 每个段子的内容 那么我们也是将它的那个什么呢 前后的那个空白 把它给上入下啊 好 再来看一下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啊 就是每一个段子都有了 对吧 每一个段子都有了啊 好 每一个段子都有了以后啊 这个我们想要的数据就相当是已经爬 把它给爬下来了 对不对 已经把它给爬下来了啊 好 爬下来了以后 我们要把这个数据把它给存注到哪里呢 把它给存注到逼桌 我想把它给存注到那个加死文件当中 那么这时候该怎么做呢 这个东西的我们就放到下几个当中 来跟大家讲解 好吧 OK啊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地方 感谢大家